網紅周陽青與羅志祥分手後 近期專注於發展個人事業 經營他在社群平台發文透露自己到北京機場 準備搭飛機到外地工作 沒想要在過機場安建時 站在自動辨識機器前好久都無法辨別臉部 現場工作人員找來其他的同事 幫忙使用人工識別過關 無聊工作人員來了以後 看了身份證又看看他 所以要他爆出身份證號碼 一連串意想不到的事情 讓周陽青不禁感嘆 難道自己臉已經腫得面目全非了嗎 他還在體溫中附上了照片 但無法透過照片仔細看到他的臉 因此外界對於他的臉部變化也不得而知 粉絲們難以置信地表示 真的有那麼離譜嗎 他則無奈直呼是真的 全身腫得不像是自己的身體 迎來不少人擔憂他的健康 紛紛留言表示關心 不是 哦 你們 前面 因為 感谢观看